字幕提供 家妻六甲 原來講的牛馬聖誕陳秋 講這個牛馬很領事 每一年如果有農曆的三月十七 牛馬生日 就大四百鴨台蝎兩百多百 跟牛馬來祝福 流來滾滾 家妻六甲原來牛馬等信徒 四個都有 只要獨到牛馬生日 對牙台蝎來射信 射信蝎都有幾百倍這麼多 就是來懷念 然後有準備三生素骨 鋪品還有鋪帶絲 一百鋪皮來射來喝 正因為附近的地区 連三個禮拜射到牛馬 正面每次去求牛馬 都能得到精靈性的保備 牛馬也變成原來地区的信用 重心之一 呈現過很多的神蹟 所以到現在 所以受到這麼多人 來參拜 來祝福 所以我想地匯的信用是很重要 有一個信仰 讓大家就有力量 信徒也都相信牛馬可以保平安 賦亦情可以兩者離開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